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凯实界 今天是礼拜五下午 给大家录制这个短视频 分享一下国内最新的消息 这个消息仍然是关于办理护照的 因为最近有不少人都在抱怨 说他们的护照办不出来 比较困难 的确这个是一点也不假 我个人也有几位朋友 关系非常好的 也是因为想出国 但是因为护照过期 还有就是说小孩没有护照 这两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一个是护照过期 一个是大人有护照 小孩没护照 如果要走的话 你也不可能把孩子撇下 是吧 所以出于这两种情况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节目的朋友 欢迎订阅表述凯实界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如果有长期关注的朋友 也可以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因为我自己有几位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们就出现了像我刚才所述的这几种情况 我呢就主动的去当雷锋 我就说 OK 我的确是在这个出境管理部门 我是有很亲密的朋友的 看一看我是否能够想办法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小孩呢 要来美国留学 这个录取通知书都已经拿到了 但是呢 还没有去办护照啊 因为是今年秋季入学嘛 所以还早 所以还没有主动去弄 这个情况是一种 第二个我朋友的情况呢 是全家都想出来去 比如说去泰国旅游 大人有签照 有这个护照 但是小孩的护照过期了 那么这也是个头疼事儿 我就说OK 这个两种情况 那我去帮着问问吧 然后呢 我就找到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这个大学里的同学 那么家里呢 有人是在这个出境管理部门做干部的 所以我就说去想想办法吧 对吧 反正都是朋友嘛 去问一问也未尝不可 好 所以呢 就去问 这两种情况 首先呢 如果是留学的话 这个是很正当的这个理由 只要有这个入学通知书 办理这个护照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小孩的护照过期了 全家想去泰国旅游 这个是不给办的 不给办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比较少 就是说全家呢 可能是在外地 比如说是在 比如说是在一个大城市 生活和工作 但是他们的这个老家呢 不是在这个城市 那么我就想通过关系吧 对不对 问一下 在大城市居住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乡吧 能不能回省里 来办这个护照 基本上是不行 是不行 起码现在是不行 后来呢 我经过详细的了解 这朋友就是说 因为毕竟是在出境管理局工作嘛 对吧 就说现在啊 这个出境管理部门 管理的是非常的严格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 他不会帮你这种忙啊 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首先政策就是管得很严 第二如果真的一旦出事 他的工作就没了 是吧 可能要被处分 然后还要被开除等等 所以呢 目前这种情形呢 就是关系再好 他也不太敢 也不乐意去冒这个风险 即使你说OK 哎呀 因为这朋友都在说嘛 就说 哎呀 我只要能够办到 我花点钱没问题啊 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个是的确 他们现在很胆小 很怕事 所以呢 如果你的理由是非常正当的 也是目前啊 在防疫的情况下啊 是允许的条件下 那么是可以办得到的啊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留学 对吧 还有正当的这个商务考察 出国商务啊 或者出国务工啊 这些是完全 只要你那有这个证明文件啊 是基本上不太有太大的问题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你旅游呢 基本上是没 就是没机会了啊 很困难 好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在国内啊 这个出境管理 这个单位 这个内线呢 跟我讲的 一些事情 哪些能办 哪些不能办 再次给大家分享 参考一下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一次再见 2 6 7 8 7 8 7 中文字幕——YK